上回书 说的是张作霖 坎奔三结构 放哨一看 拔的炮手的头一位 汤二虎 第八位张世飞 还有张作霖 都来了 后边那两位虽然不认识 跟他们在一起的 肯定没外人的 大家赶紧应接 汤二虎一白头算了算了 我们要见老当家的 老当家的都在 这两边还悼念你们呢 哎哎回来了回来了 就这样 走进大厅 张作霖算这次 到青马侃来撕毁了 也可以说 地里挺熟悉的 抬头望上 一看好嘛 人头真奇呀 老当家的杜劳派 在郑中央坐着 他三个兄弟 杜宝兴 杜宝曾 杜宝旺 在撤坐相陪 青马侃少当家的 活颜王 杜立三 也在座 在他后头站着 杜立三 过命的朋友 人们都管他叫参谋长 叫宋庆莲 也在场 还有杜老畔贴身的保镖 人们都管他叫卫队长 叫王兴元 叶猫子 也在座 张作霖几几个人认一进屋 杜老畔 你看可乐坏了 免须大笑 哈哈哈哈哈哈 左脸 哪阵相逢 把你刮到这儿来了 过来小大伙看看 张作霖倒身下拜 义父在上 不孝儿 张作霖 拜见义父 然后拜见三位蒙叔 又见过蒙兄杜立三 跟其他人也打了招呼 把身后的青龙 浑龙 做了个介绍 杜老畔一瓶 这是太平山的炮手 上我这来干嘛 问张作霖 孩儿 快告诉我 你混的怎么样 哎呀 老人家 得闲之时 我好好跟您讲讲 总而言之 混的还勉强吧 咱爷俩还能见着 那是自然啊 怎么你们凑在一块 哎呀 说起来话常识 这么这么这么 张作霖说不全的 张作霖 唐二胡 在旁边给做补充 说到太平山青龙 浑龙给做补充 在座的人 全听明白了 杜老畔听完之后 把桌子拍得 爬爬之响 我说杜立三 小栗子 听见没 他妈也邪门 我早就瞅 这姓金的不是个 唯独你跟他交情 莫逆 嗯 你这是怎么回事 你听听 他是人吗 我们陆林人 最反对压花窑 这不是压花窑 是什么呢 强霸人家称心 人家不答应 就收拾人家 还要把人家哥哥 做人质 简直太不动了 老干了 你的意思 我也听清了 田庄台的人马不多 要想就大当家的便宜 你需要人 需要枪 对不对 是 我就为这事来的 不过 别不过 咱是一家的 你是我大儿子 你的事 就是我的事 你说 需要多少人马 多少枪 不行 医护 我跟着去 不 你老人家 精神大驾 我劳动不起 你也没那必要 只要能借给我 二百名弟兄 二百匹马 二百支好枪 有足够的子弹 我就感恩不尽了 二百 少点 二百五 我说 王行元 听见没有 听见了 到外面就集合人马 挑那能打的 老绕病残 一概不要 准备二百五十人 挑好把 二百五十匹 把弟兄们的枪 都检查检查 把硬家伙都叫他们带着 另外你也变闲了 跟着老嘎子 赶奔天窗台 冰河一处 学习太平山 是 杜老畔 真傻傻 一句话 吐吐米是个兵 比起的人是 闻风耳度 谁连个不得都不敢说 卫队长汪行元 下去准备 然后杜老畔一转身 跟杜立三说 小丽娅 你也别闲道 马上派你手下的弟兄 从哪咱们三界沟到太平山 燕禄的村镇 给下个通知 告诉周府 马上回避 不要介入此事 就说我们陆林道之中 有一场大火聘 不希望他们插手 在火聘当中 绝不骚扰百姓 绝不给地方带麻烦 下去准备 吃 杜立三是120个不乐意 但是爹说了话了 多敢看 一弄着眼角 瞪瞪张作霖 申秀子出去 张作霖知道 反正杜立三呢 不知道为什么 跟自己是二饼 吃八万 死不对眼 每次来 都在他身上 得出点事 在什么时候 我好好跟我这位 蒙兄解释解释 我没得罪过你 莫非你别对我好 你吃醋 可我是外部呀 我能怎么的 张作霖心里头胡思乱想 杜老畔吩咐完了 把张作霖拉过来 哈 你可瘦多了 这么办吧 小列子下通知 得一天的时间 集合人马 再准备准备 也得多半天 你别拉架子 他这么直挺着 咱爷俩利用这机会谈谈 然后呢 给你收拾间屋 你好好歇一歇 养精许锐 然后再去战斗 爹 你想的太周到了 我利用这机会 去给我干娘问个案 走吧走吧 到后了 这个人情不能拉 张作霖见过老干娘 挣大脚 哎呦 老太太非常高兴啊 你儿俩投缘 给张作霖拿好吃的 问长问短 张作霖有真有假 都说了 不该说就不能说 比如说他成立保险队的事 他没说 那叫杜老畔得挑理啊 这么大事 你怎么不跟我商业 你成立保险队 你人手够吗 枪支弹药足吗 你怎么不跟我张嘴啊 显见你跟我存着二心 其实张作霖 早就不服天朝管 不想寄人立下 要干 我自己干 我说了算 吃别人的下眼时 瞅别人的颜色行事 那不是紧张的 这话怎么说 所以有真有假 谈了一个多钟头 杜老畔说 老高大 累了吧 到下面歇歇 有话 等平了太平山之后 咱们俩再闹着 命手下人给收拾一间干净的房子 被褥铺好 让张作霖休息 张作霖确实也发累了 那个脑袋嗡嗡之响 给你锅周四 他要静静的把这些事拢一拢 第一步怎么办 第二步怎么办 下步怎么办 怎么攻打太平山 怎么调动人马 那不得和气和气吗 就这样 张作霖回到屋里头 闭着眼睛 脸朝礼 假寝 闭着眼其实没睡觉 这叫假寝 他在脑子里头想着事 这个时间呢 过得是真快 两个多小时 张作霖呢 这脑子里头想这些事 也想着不得理 也太乏了 是似睡 非睡 幽儿给他惊悄悄的 他似乎觉着 有点异样的感觉 尽管有个人走路非常轻 肯定是有人 张作霖慢慢的把眼就睁开了 竖着的听着 就听到房门 轻轻的开着 紧跟着 觉得有个人 从外边进了屋 烧停片刻 就见那个人 灭足浅宗 摸到床前 张作霖从头顶 梁的脚心 甩 咱过上 这肯定是对我要瞎家伙 不然的话 他不能这么偷偷摸摸的 莫非我就这么等死 巴掌吗 都用眼角的余光 一看 床前站个大个 比张作霖能高着两头 宽宽的肩膀 厚厚的胸扑 俩花盖屑 好像靠俩大板相似 腰里沙子板带 穿青挂躁 手里的 拎着一把 鬼头刀 看年纪 二十多岁 不认的 你想 张作霖虽然来过几次 来得慌张 走得匆忙 那三界沟 那么多人 他上哪儿熟悉去 其实啊 这件事就出自 少主人杜立三身手 这个杜立三 跟张作霖一贯不合 咱们呢 也交代过 究竟什么原因 他跟张作霖 二饼吃八万 死不对眼呢 第一 杜立三 看不起张作霖 他头次到 青马侃来 还不到 二十岁的 小毛孩子 爹 对他 非常 气重 不管什么 场合 总是替他 吹嘘 说姓张的将来 怎么了不起 怎么了不起 杜立三 就不爱听 认为 爹做得太过分了 他算个什么东西 几乎 大字不识 满脑的高粱花 一肚子大分汤 你干什么 这么重视他 这是头一个 第二 杜立三 这个人 妒忌 诚信 只需有他自己 不需有旁人 多好 不行超过他 要居他之上 那他就恨得好 第三 前者 张作霖 到青马侃来 在大厅之中 双方面 会师 贪心 叫张作霖 把他给毙了 当众出手 这杜立三 是耿耿于怀 恨不能一枪 把张作霖 打个透汤 但是 做不了 爹的主 只有 暗器 暗爹 那么 远的不说 就说 今天发生的事 张作霖 冷锅 冒热气 又跑到青马侃 一张嘴 借二百个人 二百匹马 二百挑枪 要替天庄 抬八横 活聘太平山 这是小事儿吗 最可恼的是 爹 也不跟大家商议 是当场定夺 忙头应称 张作霖 给咱们青马侃 有多少好处 干什么 这么支持他 我爹 这不鬼迷心窍 要照这样 下起 青马侃 早晚倒霉的 倒得姓张的身上 因此 杜丽三 恨的 压根都压力 在大厅之中 奉复命 派手下人 焰图知会 官府 说我们两个柳子之间 要活聘 希望官府 不要介入 那位说 他有什么权力 通知官府 那官府就听他的 就得听 当时那事儿 官不官 匪不匪 他们互相都通气 当然了 咱说的 咱说的不是那个大官 是像底下三班牙医了 总寻补了 掌握军队的小官了 一般跟土匪都通气 尤其 尤其像 新马侃三界沟 这块 大柳子 上千人 本地官府都头疼 不知怎么给大柳 虚好 只要你在本地 不闹事 我对上边能有交代 这就得 所以 通过熟人 知会官府 你们就给让道 不要干净此事 我们 一路之上 绝不要乱地方 有这话 官府就不管了 那么 多利三命人 下了通知之后 回到房中 闷闷不乐 让人把韭菜给摆上来 他是自瞻自眼 他一发脾气 媳妇孩子不敢站边 那撇身的保镖 大气都不敢哼 因为杜丽三 叫火炎王 的脸就宰人 抓个茬就惩罚你 屋里的空气 十分紧张 正在这时候 杜丽三最好的朋友 磕头的把兄弟 人们都管的 叫参谋长 狗头军士 宋庆连 从外边进来 这宋庆连呢 那对杜丽三 忠心不二 有很多事情 给杜丽三出点子 他今儿来了 杜丽三一开始 他挺高兴 坐下吧 咱哥俩喝 把别的人都打破出去了 宋庆连可没喝 看看杜丽三 一阵冷笑 我大哥 你心里不痛快吧 对 别说了 小弟非常清楚 我知道你为什么不痛快 是不是都出自那个姓张的张老嘎子 对啊 庆连 你说 我爹什么老糊涂 干嘛一句话 就这么支持他 这不是败家吗 可你又知道我爹那个脾气 如果我要拨到他的面子 我爹就得给我翻脸动枪 我一百二十个看不上这个张作霖 他为什么那么支持他 为什么受他当干儿子 难道他少亲儿吗 找这么个外部羊 早晚要分散的财产不成吗 哎呀 气死我了 哎呀 大哥呀 很清楚了 老当家被偏爱张作霖 这是一点怀疑都没有 千不该万不该 不应当收他做一子干儿 这就留下了祸根了 这今天你提起来了 我跟你说呀 第三啊 你呀 得早点打主意 哦 你说我怎么 哼 不毒不狠 非丈夫 要以我说 趁此机会把姓张给 干掉 就现在 对 鸡不可施 时不再来呀 趁着他没走呢 不然的话 早晚 不定给咱们找什么麻烦 那我爹也不能答应 当然了 我说大哥 你怎么说糊涂话 咱们能公开的动手吗 逢强智取 欲弱活擒 人呐 暗中下半子 老爷子怎么能知得到呢 就即使知道了你是他亲儿子 糊涂不吃子 他能怎么的 他能强逼你吗 你别凭老爷子 咋唬 到真章呢 他还得向着你 一笔写不出俩肚子 对不对 那 你说我派个人 把张作霖干掉 对 不过这个人 可得脱靠啊 他要再把你卖了 那可就麻烦了 这狗头军士 给杜立三出的主意 后来两个人就琢磨着 叫谁去呢 杜立三忽然想到贴身的炮手 爆字叫黑龙 这小子姓李啊 叫李子安 把黑龙给找来 这黑龙跟杜立三好几年了 大块头 还会点武术 还会柔道 挺能的 管也直 手也黑 杜立三对他很赏识 也不背着宋青莲 把黑龙找来 拉把椅子 叫他坐下 喝酒 黑龙一看就值得有事 他不敢坐下 东家 你有话只管吩咐 把你坐下 小老娘们 黑龙这才坐下 可是没敢动快 就见杜立三 两眼冒火呀 黑龙 我对你怎么样 哎呀 主人对我天高地厚之恩 愿意给我办事吗 赴汤蹈火 万死不死 好 那你就听我 报 来